哈喽大家,接上期我们继续 视频比较长,建议收藏之后观看哦 接下来粘第六层滑板 可以先放在上面别类一下长度 加速加速 开始第七层滑板啦 先比对一下 加速加速 第七层粘好啦 开始第八层 继续加速 第八层终于站好啦 调整一下花瓣的弧度 接下来做花鳄的叶片 两根扭扭棒一长一短对折剪开 两根短的直到一根长的上面 底部拧紧之后用手捏出尖尖 再用剪刀修剪一下 修剪出尖尖 第一层叶片做成这样的造型 再比对一下 每隔两厘米左右粘一个叶片 第一层叶片需要九个左右 先给第二层的叶片塑形 做成这样的弧度 下面把花杆粘上去 取三根花杆 先用扭扭棒绑起来 头部留三厘米左右的空余 用钳子扭出这样的造型 底部的中心打满胶 将花板放进去 再打一点胶 等它固定 接下来粘第三层叶子 第四层叶子取一根长和一根短 底部拧紧之后 再用剪刀修出尖尖 捏出这样的造型 所以我叶片都粘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成品吧 再用剪刀修出尖尖 第二层叶子取一根长和一根短